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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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哈喽 大家好 二月二龙抬头 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二月二龙抬头 大昌满 小昌流 而今天的日子在传说中 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 过了这一天 雨水呢会逐渐的增多起来 这一天有很多习俗 比如剃龙头 吃龙石 饮钱龙和接姑娘等等 而剃龙头便是重中之重 长辈们希望能够借这一天 保佑孩子们能健康成长 长大后也能出人头地 很大一部分几乎都会在等今天 清理自己的头发 既硬了习俗又顺了吉祥的好兆头 二月二有很多明星们 也为了这个好兆头而纷纷剃头 薛之谦也是其中一位 薛之谦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 二月二理发的一些照片 照片中可以看到是他的父亲帮他理的头发 在第一张照片中 薛之谦的表情如他的段子一般 感觉一波三折 而父亲的表情却看着有些乐呵 而且认真的模样让人觉得技术应该是非常高明的 可是薛之谦献出自己的成品图时 却发现左边冰角的位置 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个不和谐的空白 这让薛之谦的表情瞬间凝固 为此他还专门放到了这张冰角照片 这个失误很明显 伤心的薛之谦只好发文 买了个什么推子 非说今天要抬什么头 在线等怎么不救 真的醉了 不少粉丝还安慰薛之谦说 没事 寸头的你更帅 但是还有不少调皮的粉丝建议薛之谦剃光头重新来一次 其实在此之前 薛之谦已经给自己解过头发了 但是不满意 然后父亲开始出手 导致了自己现在的头型如左下方 所以薛之谦的心愿就是减少充闻杜绝感染 看来薛之谦的勇气还是非常大的 已经被父亲剪过一次头发的他 居然还能接受第二次 薛之谦的勇气如同他的段子一般无情 金汉也是 不过他选的日子是在龙抬头的前一天 他是自己动手让妈妈帮他理的头发的 可是没想到自己专心玩手机 忘了这一世 抬头一看 一样的也是左边并角出现了秃头现场 这样一看 金汉的胡子与发型 让原本帅气的他秒变猥琐大叔啊 不过还好 经过自己的一番补救 还是帅回来了 但是左边依旧还是敢帅出来 还有这胡子没刮 怎么看还是之前帅气 看来还是肖战聪明 许久未见赛之掰的肖战 今天终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筛出了自己的照片 可以看到照片中 梳着苹果头的肖战依旧帅气 不过脸上居然有痘痘 这也让不少战迷们感到心疼 肖战将自己的头发梳起了一个小撮 让自己的额头露出来 一脸呆萌的看着镜头 镜头前的蜘蛛侠也分外显眼 而在第二张照片中 肖战手里捏着几根头发 还表示自我抬头 有粉丝还去数了一下 说是19根头发 真的是太有心了 不过看肖战自我抬头的技术 还是非常聪明的 否则一不小心变成薛之谦与金翰 也是要后悔一阵子了 魏大勋也发文表示 自己要在龙抬头这一天剪头发 看他发的照片中 表示要剪的长度还是挺长的 真的是非常期待他的成品图 不知道会不会是下一个薛之谦或者金翰 变成薛之谦 尽量变成薛之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